是否學醫? 那是醫療科學碩士的課程 讀完醫療科學碩士 讀完那個之後 不是做醫生的 不是專業醫生的資格 不是的 香港讀醫是要六年的 是一個本科 所以我這次讀的碩士課程 除了是我自己很喜歡醫學 想進修這方面的知識之外 我自己也想做一些醫學方面的科研 就是一些科學研究 讀完這個學研究之後 都可以參與一些科研的 主要就是這樣 哦 不是做醫生的 不是醫生的 很厲害過做醫生的 不是 一樣 因為做醫生都要做科研的 我覺得科學研究都很重要 對於醫學家 因為你要一路去研究很多新的藥物 研究很多新的東西 你是做研究藥物的 是的 做研究 沒錯 研究藥物 這個未去到那麼厲害 要讀完之後 才可以 一年的 一年的碩士課程 讀完之後就有機會可以研究一下 研究藥物 研究一下 你跳級 你跳過做醫生直接 沒有 沒有 做醫生是要更多的努力 所以科研 反而沒有醫生那麼大壓力 應該說 你打算轉行 不是轉行 我覺得參與科研 就不是說要完全是離開了這個圈子 希望如果有機會 就一路做現在的工作 然後又可以參與一些科研的東西 那是否TVB這邊都會提供 不會不會 未來我也有跟公司溝通過 我們會盡量平衡 可能拍攝的時間 就不要碰到學業的時間 那你的同學裡面有沒有帥仔 還沒看到 因為我們剛剛打風 所以只可以上網課 應該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就變回實體課 就要去學校 到時可以看到同學 到時可以看到同學 到時可以看到 好像我們之前都有一些 譬如瑩瑩 師姐 他們都 是的 馮瑩瑩 她都有讀碩士課程 現在都要做 face to face 的上課 我覺得大家都是學生 一起去學習 你期不期待見定同學 我也期待 其實我更期待學習 因為我畢業兩年 現在回到校園的生活 比較期待 你大學畢業兩年? 是的 大學畢業兩年 大學畢業兩年 要多少的 每天上學 每天好像一個禮拜翻四天 這麼辛苦? 嗯 是 那幾個小時? 不算很長 好像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左右 就是每一課 每一天的課堂 是的 三個小時 那什麼時候考試? 幾月 好像 12月才考試 final來的 12月 12月考試? 嗯 剛剛讀的 現在剛剛開始 今年10月 今年10月 因為它是一個 term 一個 term 幾個月就是一個學期 一個學期 十二月就是一個學期 第一個學期完 十二月就考試 之後 一月開始第二個學期 五月再考試 這樣 它分兩個學期 就是做完整兩個學期就可以了? 嗯 拿到證書了 是 會不會是因為你覺得 會不會因為覺得發展 比如你想 所以你想學過的東西? 我不是 本身碩士是我自己 一個人生目標來的 是人生目標 我見到 不可以再等太久才讀的 我見到差不多時候了 你幾歲了? 24 24? 好幾個小時 我本身是想畢業 就馬上讀的 因為隔了兩年 我又沒有想太多 那你想到兩年前已經搞定了 是呀 我想著 學士畢業就馬上讀 現在隔了兩年 都差不多要讀 是呀 如果要讀 如果要讀 有興趣會每次情況 你做藝術家嗎? 嗯 這個月再之後才 我都沒有想到那麼遠 但我有想過讀完 尖士之後 要不要繼續博士 博士 已經想好了嗎? 有想的 因為如果要的話 就要開始一些報名 或者要跟一些導師去談 那博士要讀多久? 四年 對啦 博士就算了 你這次碩士要多少錢? 呃 碩士課程好像 我想一下 我忘記了 我不用你付錢 要要要要要 我忘記了多少錢 但是 有沒有呢? 六位 因為我不想說 是否六位數 要啊 好像要啊 六位數 要啊 六位數要的 我忘記了 exactly 多少錢 六位數 有沒有人幫你交學費? 沒有啊 我都要自己努力 換錢交 沒有沒有 有獎學金嗎? 呃 碩士反而是沒有 好像沒有沒有 沒有獎學金 但是博士就會有 博士如果他收了 一定有獎學金 那有沒有男朋友幫你啊? 沒有沒有沒有 我自己賺錢 自己努力去付錢 嗯 那什麼要努力工作 嗯 是啊 我要繼續努力工作 你要努力工作 你要努力輸 是啊 我會兼顧到 那份學費 博士呢 就有獎學金 是的 如果博士收了是有獎學金 獎學金還是獎學金? 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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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如果是六槌 一定有獎學金 多少錢? 嗯 嗯 適合了學費 全數嗎? 生活費也很適合 就是 對呀 香港讀博士真的 對呀 真的很好 好啊